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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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嘿大家好 歡迎收看子豐車繪本故事劇場 我是張美墨 乃雞哥哥 大家好我是機關槍哥哥 欸機關槍哥哥 你怎麼了啊 我們來講故事應該要開開心心 你怎麼變成這樣子啊 你到底怎麼了 不哭不哭眼淚是珍珠 不哭不哭 你哭得像頭豬 跟你開玩笑的開玩笑的 你到底怎麼了 你該不會是 來的路上走路跌倒受傷了吧 不是啦 走路跌倒是 我是 那該不會是 你眾同意發票一百萬 不是啦 中獎是 我是 還是 你踩到我的腳啊 不是啦 我沒有踩到你 是你 對耶真的是你踩到我的腳耶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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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唷怎麼會這樣子啊 哎唷 我是因為 我剛剛在切洋蔥的時候 等一下 你可以把你的腳放開再講話嗎 對不起 我是因為我切洋蔥的時候 然後洋蔥熏到我的眼睛 才變成這樣子的啦 哎唷 原來是這個樣子喔 那你應該用我教你的那個方法啊 把眼睛閉起來 我就是照著你的方法啊 所以切一切一切 就切到手了啦 喔 真的是這個樣子喔 對不起 對不起 原來是我害的 我跟你開玩笑 我沒想到你會真的這樣做耶 所以大家在切東西的時候 還是要注意安全喔 那小朋友也不可以自己拿刀 要問過大人才可以用喔 哇 真的好厲害喔 變得好快喔 因為啊 大家都等不及 要聽我們說故事了呢 那 我們今天要說什麼故事啊 今天的故事也跟洋蔥有關係喔 就叫做 愛吹風的洋蔥 聽故事囉 乃姬哥哥 你喜歡吃洋蔥料理嗎 嗯 我不喜歡 因為它辣辣的 又很嗆 我又不是火車 蛤 嗯 火車 我又不是火車 只有欠嗆人才吃洋蔥 歪歪 洋蔥怎麼會嗆咧 我問你喔 你喜歡吃洋蔥炒蛋嗎 嗯 喜歡 喜歡 你喜歡吃法式洋蔥湯嗎 喜歡 你喜歡吃青子丼嗎 喜歡 你喜歡吃洋蔥圈嗎 喜歡 這裡面都有洋蔥耶 對耶 這些料理很香都不會很嗆耶 沒錯 洋蔥是蔬菜皇后 是很好取得又很好料理的食材喔 而且它健康又美味 可以當作料理的配角 也可以當作主角喔 那為什麼洋蔥它會這麼嗆 那是因為洋蔥裡面有大蒜素 又很強烈的刺鼻的味道 其中的 惡西餅飢餓流 是刺鼻的主要成分 惡西餅飢餓流 讓我眼淚一直流 對了 機關槍哥哥 那我有問題 請說 今天我們要說的繪本故事 愛吹風的洋蔥 這裡面還有其他紫紅色 還有白色 那這些又是什麼啊 問得很好喔 小朋友 你們知道他們是誰嗎 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喔 我們今天的故事就到這裡說完囉 等一下 我們才剛開始耶 怎麼就這樣結束啦 對不起 好 那我們大家一起來猜猜看 給大家三個小時的時間 開始 休息了 太久了啦 怎麼三個小時啊 不對 我們應該要直接公佈答案才可以吧 好吧 紫紅色是火龍果 白色是大蒜 不是 你不要亂說啦 不過 被他這樣一說好像有點像耶 但是啊 他們都是今天的主角 洋蔥喔 洋蔥 我怎麼沒有印象有這些顏色啊 你不知道的事情可多著呢 你看啊 這三顆洋蔥的表情 你覺得他們的感覺是怎麼樣的呢 他們 眼睛閉起來 應該是怕被嗆 所以他們在切洋蔥 喂…不要亂說好不好 洋蔥切洋蔥 這感覺也太奇怪了吧 你再看看後面的植物 是不是被吹彎了呢 所以… 喔 我知道了 那他們是… 帶動跳的老師 因為他們彎腰 後面的植物也跟著一起彎腰 彎腰… 喔 我撞到頭 不是啦 他們是正在吹風很享受的樣子 對耶 我們今天要講的故事就是 愛吹風的洋蔥 那說到這個吹風啊 其實我本人也很喜歡吹風喔 而且我每天都在固定的時間吹風 什麼時候啊 洗澡的時候啊 洗完澡之後 我就會拿起我家的吹風機吹頭髮 你說謊 因為你根本就沒有頭髮 哈 糟糕了 我說謊 我的鼻子變長了 還吹下來了 不會 乃姬哥哥 你是很搞笑耶 你在家吹風 那你知道洋蔥它在哪裡吹風嗎 當然知道啊 在台灣的最南邊 也就是屏東的恆春 這裡的冬天啊 不會冷 夏天又有三面環海 所以啊 這個海風吹來也不會太悶熱 一年世紀像春天 所以就叫做恆春 沒錯 大家最喜歡去的旅遊景點 墾丁也在那裡喔 這個恆春啊 大約從每年的十月到隔年的四月 東北來的冷風啊 從中央山脈吹下來 直接吹到恆春 就變成洛山風 那我要考考機關昌哥哥 你知道這個洛山風有多強嗎 欸 我聽說洛山風那個風吹來滿強的耶 但是 我不知道有多強 嘿 這個超強的 洛山風啊 瞬間強度可以到六級到七級耶 相當於輕度排風的威力 所以你看天女的愛 都用布包著臉 不然啊 風吹過來的沙 會打得它的反臉 喔 很痛很痛耶 對耶 你看這個連洋蔥啊 都用布包緊緊了 嗯 不過啊 沒想到你懂得還滿多的耶 這是當然的囉 我對風也是小有研究 因為我本身就是一陣風 來我以去無中咻 咻 欸欸欸欸欸 你這麼大隻咻 風根本吹不動你啦 咻 他只是人來風 嘿嘿嘿 好烘好烘好烘 不要再風了啦 那我有問題 請說 機關槍哥哥 我有吃過綠色的蔥 叫做青蔥 那為什麼不叫白蔥 或者是紫紅蔥 或者是橘蔥 要叫做洋蔥 因為啊這個洋這個字呢 通常代表從國外過來的東西 例如像是洋娃娃 在很久很久以前啊 我們的娃娃都是金頭髮藍眼睛的喔 因為他們是從國外流行過來的 或者是洋芋片 洋芋啊就是在說國外的芋頭 也就是馬鈴薯喔 喔 那如果我妹妹去外國 那她就叫做洋妹妹 那我從外國來 我叫做洋美莫 美莫莫莫莫 你不要亂舉一反三啦 蛤 我是說洋蔥啊 它也是從國外帶進台灣的喔 所以也就叫做洋蔥 你看這三顆小洋蔥啊 正在逛洋蔥博物館喔 哇 有好多國家的畫像耶 沒錯 洋蔥啊已經有五千年的歷史囉 所以他們去過了很多很多的地方 他們最早的紀錄啊 是在埃及和中東地區被發現的 十七世紀的時候呢 又到了日本 直到了二十世紀 才從日本來到了台灣喔 哇 這個洋蔥環遊世界也太開心了吧 我也好想去環遊世界喔 環遊世界是很好玩沒有錯 但是啊 洋蔥它這一趟路程啊 並不容易啊 為什麼 因為啊 因為啊 他們剛到台灣的時候啊 因為比較濕熱 洋蔥的祖先 都很不習慣這樣的天氣 非常的不舒服 得了嚴重的皮膚病 就像我們人類啊 得了濕疹一樣 好癢好癢好癢 身上啊 不但會長斑 嚴重的話還會全身腐爛 最後還會枯萎 哇 他們這樣好辛苦喔 要適應每個國家不同的氣候 不過啊 這幾個洋蔥 看起來就覺得好舒服 因為這裡又乾燥 又有陽光 又氣候溫和 這樣子應該很適合他們吧 沒錯 到了1950年代後 洋蔥來到了恆春半島 這裡的洛杉公 又乾燥又強烈 雖然啊 其他的植物可能不太喜歡 但是卻非常適合洋蔥 在這裡生長喔 那就太好了耶 那他們就可以擺脫 濕濕濕的病痛 在這裡安全平安地存活下來 沒錯 你看 當他們還是種子的時候 農夫們會在大約10月 天氣開始變得涼爽的時候 把他們拿到院子裡面曬曬太陽 哇 這個我就知道了 曬完太陽之後 那個白洋蔥就會變成 橘洋蔥 繼續曬下去 就會再變成 紅洋蔥 你說是不是 哇 不是啦 他們不同顏色啊 只是因為不同的品種 小種子經過曬兩天太陽 再浸泡一天 發芽以後 就可以種到像嬰兒床一樣的 血盤裡面喔 長大成苗後 農夫就會移植到田裡面 再用有機肥料來照顧他們 哇 經過農夫細心的照顧之後 洋蔥啊 都很努力地長大 長出更多更多的葉子 可是啊 他們要這麼多葉子幹嘛 洋蔥不是長在土裡面嗎 那是因為他們要利用葉子 來進行光合作用 這樣才可以吸收更多的陽光 才能結出更大更甜的洋蔥喔 喔 欸 不行不行不行 為什麼這個洋蔥 它要這麼用力把洋蔥拔起來啊 不是不是不是 他們不是在拔洋蔥 他們是拔的是雜草 啊 雜草 雜草怎麼了嗎 為什麼不能跟洋蔥一起長大 是因為萬一這個雜草長太高的話 就會遮住洋蔥的陽光啊 或是把土裡面的陽分吸收完 洋蔥這樣就會長不大了呢 喔 原來是這個樣子喔 那我要幫他們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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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啊 洋蔥就會越長越大 就會在地面上長出球晶 也就是洋蔥 這個時候就會出現可怕的蟲 叫做蔥祭瑪 蔥祭瑪 這個蟲是不是來自韓國啊 蔥祭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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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在下 不是 你真的很會聯想耶 這個蔥祭瑪 不對 蔥祭瑪 那我們用放大鏡來看一下喔 你看 它長這個樣子喔 它會吸取洋蔥葉子上的枝葉 留下一點一點白色的痕跡 那如果吸得太多太厲害 這葉子不就枯萎了 球晶就沒辦法做光合作用 那它不就要長不大了嗎 是這樣說沒錯啦 不過啊 就算被蟲子咬了 洋蔥還是可以靠到土壤裡面的養分 繼續努力長大 反而啊 它身上會散發迷人的香氣喔 所以蔥祭瑪 這個蟲不是害蟲 而是在幫助他們的好朋友啊 沒錯 到了春天的時候 恒春的洛山風越吹越厲害 洋蔥的葉子啊 也會被吹得亂七八糟 怎麼會這樣 太可惡啦 可惡的洛山風 你們怎麼可以欺負洋蔥 不要欺負洋蔥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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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激動 不要那麼激動嘛 雖然啊這個洛山風非常的強烈 但是啊 也激起了洋蔥的鬥子喔 他們啊 會把努力取得的養分 儲存到球巾上面 讓洋蔥看起來更飽滿喔 哇 感覺又是一個來搗蛋的 但是卻幫助洋蔥 滿滿長大的 好幫手耶 沒錯 到了四月的時候呢 風會更大 大到把他們吹倒在地 不過也因為這樣啊 他們更能夠享受陽光 吹著乾燥的強風 就像是在做日光浴喔 哇 我還以為他們被吹倒 我還替他們擔心了一下耶 看他們這樣曬太陽 我就放心了 對 那他們都長得這麼漂亮 什麼時候可以採收啊 這個時候呢 再經過兩個星期 農夫就會把他們 一顆一顆的採收起來 冰到冷藏庫保存喔 哇 啊 太厲害了 沒想到一個小小的洋蔥 要經過這麼多的挑戰 從雜草的競爭 到強風的吹襲 還有衝技馬的攻擊 不對 衝技馬的攻擊 他們才可以慢慢長大 長成這個 甘甜可口又芬芳的洋蔥 沒錯 所以啊這裡的洋蔥 一點都不會嗆 煮成的料理 每一道啊 都是美味又健康的菜肴喔 太棒了 故事說完了 這就是 愛吹風的洋蔥 哇齁 我們今天啊 對洋蔥又有很多的認識 跟了解了耶 沒錯 可是機關槍哥哥 我聽說吃這個洋蔥 對身體很好 但是它到底 對我們身體有什麼好處啊 穩得很好喔 洋蔥啊 有益心臟健康 還可以抗發炎 炎炎 含抗氧化劑 涼 含抗癌化合物 長高 長高 什麼意思啊 因為它抗癌啊 不會太矮的話就可以長高 抗癌就長高 不是抗癌 是抗癌 癌症的那個炎症的那個癌 抗癌化合物 也可以控制血糖 抗序 還有維持骨骼健康喔 哇 這根本就是超級健康的食物耶 我以前偶爾吃 以後我要天天吃 沒錯 那我有問題 請說 我是要問你啦 我是要問螢幕前面的大朋友小朋友 你們喜歡吃洋蔥嗎 那你們記得你們吃過最好吃的洋蔥料理 是什麼 趕快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喔 沒錯 那麼指風車繪粉故事劇場 我們下次見 拜拜 等一下 這什麼味道啊 我忘了我還在煮那個洋蔥料理 該不會燒焦了吧 你煮什麼 洋蔥沙拉 喂 洋蔥沙拉 那不會燒焦 不要亂講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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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